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日 星期三 亦是10月期止的转仓高峰日 相对今个月的低位是5日的23,674 怎样来说 市大部分时间都是咬着24,6日 24,7日或者24,8日 即是整个势头是咬着高抬而不下 既然即月期止在比较高的水平进行一个转仓 其实相对来说淡仓如果要转战11月份 就要付上比较沉重的代价 很可能是技术上、形态上 是有利11月份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那个行生指数 虽然今天有少少反复 这两天都有少少整固 但一直是在12、15、10和100天线流上 就算日中有少少撞穿10天线 始终来说都是咬着高抬 在9月25日开始的上升 其实当日指数最低见过23,124点 头一轮当然是技术上的反弹 但慢慢慢慢发展 很大机会会组成一个中期的反弹 一个中期的反弹大概是6至8个星期来计数 即是说11月份在上旬的时间 仍然有机会维持一个先低后高形态 技术上第一个阻力就是9月1日的25,254 看高一点就在8月31日的高位 就是25,847点